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书本上是没讲的 但是大家心里要有数的 就是我们定义曲线积分或者曲面积分 不管是第一行的还是第二行的 曲线或者曲面积分 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积分值 必须和参数的选择没有关系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几种积分 比如说我们就从第一行的 第一行的曲线积分开始 我们看起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T来作为参数 也可以用T来作为参数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个第一行的积分 用T来作为参数 写成定积分的形式 如果用T 是这样来写的对吧 但是大家就知道 在第一行里面 我们保证DS是正的 是不是 所以呢 A1小于β 这个写成A到B A小于B 第一行的积分里面是这样 这是用两种不同的参数来写 大家看看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P是从A1到β 这个套是从A到B 都是增加的 对吧 所以有一个关系是 就是R1几套 等于什么 R1几T 底T 底套 是不是 那么你把这个设置 带进来 正好就是什么 变量替换 而且底T几套是大于零的 这像是大于零的 所以这两者是相等的 所以D型的曲线积分明显的 它是跟参数的选择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行 比如说从AG到B 如果用T作为这个参数 就是F 按照我们刚才的写法 R1几套 R1几套 比上R1几T的这个 Ds 是吧 这是用T作参数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式子 就这一部分 R1几T 比上R1几T的这个范数 如果我们换成套 把它换成套 它是不是就等于这个R1几T 底T 底套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说底T底套是大于零的 因为大家方向都是从A到B 它有方向性 这个方向性保证这样一个导数是正的 所以呢 因为是正的 这下面也可以把它拉出来 拉到这个范数外面去 所以也是DT D套 所以这个式子也是成立的 对吧 所以呢 它就等于什么呢 所以第二型的曲线积分 同样跟参数选择是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参数是有限制的 对吧 也就是从A到B 大家都增加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额头 来看一看 D型的曲面积分 D型的曲线积分 比如说在这个S上面 我们把它划成这个D上的重积分来做 S上面积分 划成D上的重积分就是F F这是标准 这个 R一撇U R一撇V DU DV 是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做变量替换 D呢就是从什么呢 UV 变成这个D一撇 U一撇V一撇 对吧 那么 R一撇U R一撇U R一撇U等于什么呢 R一撇U一撇吧 R一撇U一撇就知道了 R一撇U 然后呢 偏U 偏U一撇 是不是 加上什么呢 R一撇V 偏V 偏U一撇 对吧 然后呢 R一撇V一撇就等于什么呢 R一撇 这个 U偏U 偏V一撇 加上R一撇V 偏V 偏V一撇 是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 很显然 R一撇U R一撇U 做插成 插成一把 它的翻数等于多少 是不是 R一撇 然后就它 乘以它 减掉它 乘以它 是不是 就是什么 偏U 偏U一撇 偏V 偏V一撇 减掉个偏V 偏U一撇 偏U 偏V一撇 所以就等于什么呢 偏U V 这UV对U一撇 偏V一撇的 雅克比举证的 行列史的绝对值 是吧 所以呢 它就等于什么呢 D的 F 变量替换一下 把UV换在 U一撇V一撇 就第一撇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按照刚才这个设置 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这第一撇的 R一撇 又一撇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型的曲面积分 你换了参数之后 形式还是不变的 对吧 一样的 OK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三个积分 跟你参数的取法 没有关系 对吧 但是麻烦的 就出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第二型的 这个曲面积分 它是跟这个参数 有一定关系的 问题不出在这个 积分的区间上面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出在这个法项N上面 也就是说 你取了不同的参数之后 法项会变掉 这是最要命的事情 那么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 就是说 我们要对第二型的曲面积分 要定义它的话 就必须要对这个曲面 加一定的限制 这个限制就要保证这件事 就是说 我换了参数之后 这个积分不变 所以呢 我们要对这个曲面 加限制 这个曲面就要成为什么呢 可定向的曲面 对这个曲面积分不变 可定向的曲面 可定向的曲面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这个曲面是啥 比如说这个曲面 这个曲面S 上面给一点 认一点 M M 当然我这点可以写个法项 没有问题 对吧 写个法项 M点呢 对应的参数 那么现在 沿的这个曲面 我走一圈 走一圈 也就是从 游零威零 变成UV了 是吧 UV在变 变变变变变 然后再回到这一点的时候 再回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法项 这个法项不能改变 你想我们沿着这上面走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法项 这个点是UV的函数 法项其实也是UV的函数 对吧 法项也是UV的函数 法项也是UV的函数 也就是说我UV在变 但是还变回原来这一点的时候 法项不变 如果法项变的话 那就是不可定向的 如果是法项不变 就闹了一圈回来之后 法项还是原来这个法项 那么我们就成为它的可定向 那么什么样的区面 是成为可定向的区面 一个最简单例子 就是简单认责区面 简单认责区面 I'P'UX'I'V'B'A0 这就是认责区面 简单认责区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参数UV和区面上的点 是E对应的 比如说UV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的 这是个D D上的点和区面上的点 E对应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法项 法项我们怎么定义的 I'P'UX'I'P'V 对吧 然后比上它们的膜 大家可以看到 R是UV的函数 对不对 R是UV的函数 那么它的导数当然也是UV的函数了 这没问题 R1'U R1'V 也是UV的函数 那么这个N 也是UV的函数 对不对 那么简单认责区面 也就是说 我这个曲面上的点和这UV是一对一的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M点 M点假如是对应的U0V0 现在我回来一圈 所以我UV变 这个点又回到U0V0了 点又回到U0V0了 我们刚才说了 点和UV是一对一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点和UV是一对一的话 也就是说我点回到了M的话 UV也回到了U0V0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法项 N N在M点的这个法项 回来一圈之后 它就等于什么 NU0V0 因为UV和点是E对应的 M就对应的U0V0 所以你转了一圈回来之后 还是回到U0V0 还是可以回到U0V0的话 法项就不变 是吧 我们说法项是U0V0的函数 所以法项不变 第一个结论 就是说简单的这个曲面 是可以定向的 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对一的 但是如果不是一对一的话 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曲面 不是一个简单的曲面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M点 可能要对应两个U0V0 第一个呢 比如说它就对应的U0V0 第二个呢 它对应的U0V0V0 转了一圈之后 我们看这个法项 在这个M点的法项 M点的这个法项 法项我们说的 它是UV的函数 它既可能是 依赖于U0V0 也可能依赖什么 U0V0V0 那么这两个东西相不相等呢 不一定 不一定相等 所以 非简单的曲面 我就不能够保证 转了一圈回来之后 法项不变 好 下面举个例子 就是毛病无时代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毛病无时代 毛病无时代呢 我们首先看一个带子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带子 其实就是一个圆周 再加上一个高 它的方程是什么呢 X等于A cos U Y等于AsinU 这是XY平面上的投影 然后Z等于V U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π V呢 V的范围是 比如说 从负B到B 也就是说 这里是从 这个是负B 这个是B 转一圈 转一圈 那么现在呢 我们构造了 这个摩比乌斯代 摩比乌斯代怎么构造呢 很简单 这个东西大家想想 可以认为是一个直线 转一圈 一个线 就是这个 负B到B的这根线 绕着这个圆周走一圈 对吧 拿出来就这个带子 那么这根线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线本身不转动 不这么转 只是这样转 对吧 现在呢 我们给它一个转动 就是说 绕着这个 点 还转一圈 一边这样转 一边还这么转 就这么扭 对吧 那么扭呢 是这样的 然后它扭 不是扭两π 扭半圈 扭π π角度 扭π角度 那么这样就构造了 摩比乌斯代 所以摩比乌斯代 是这样来看 X Y Z 这是上面的圆周 等于A的这个半径的圆周 原来我们说的 这个就直的走 对吧 直的走 现在呢 这个线呢 还要这么转 就闹着什么呢 闹着一个切线 把切线当成一个旋转轴 来转 一转吧 它也是一堆线 然后也形成一个面 那么转的角度呢 就一边走一边转 所以转的这个角度 跟哪个角度有关 跟这个U有关系 知道吧 就是U转了两π 它转了π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在这个U这个角度 这个地方 这U 它往这里呢 转了多少呢 转了 二分之U的角度 那么 x怎么写 x呢 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半径是A啊 是吧 就是A 加上 这个长度是多少 这个长度是负B到B 那么我们计程是V V只能负B到V 是不是 就是什么呢 V 乘以在这上面的投影 这段投影 这个投影是多少呢 是sine 二分之U OK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 这个长度 就是X 投影过来 就是cosine U 这是X Y呢 Y一样 也是A加上个V sine R分之U 然后呢 在这个方向的投影 就是sine U 是吧 V V嘛 就是在这个随时方向的投影 那就是 等于V 和sine 二分之U U U的范围还是它 这样大家可以看看 也就是说 走了一圈之后 这个扭转了多少 扭转了这个π 因为是二分之一九 那么扭完了之后呢 图形就这个样子图形了 就变成这样 扭转过来 就这样一个带子 莫比乌斯带 那么莫比乌斯带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 它不是一个正德面 不是正德曲面 我们就看其中的一点吧 谢谢大家 它不是一个正值的曲面 简单正值的曲面 那么我们看其中一点 这个带着上一点 这个带着上一点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UV等于00的时候 还有UV等于2π0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对应的同一点 是不是同一点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正值的曲面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 这么转一圈之后 这既然不是简单正值的曲面 我们来看看它的法相怎么样 也就是说看看00点的法相 两π00点的 这个是对应的同一点 这是同一点 好 我们先求它的法相 先求它的法相 就对UV的导数求出来 X对U的导数是A加上个V sinR分之U sinU 有符号 加上R分之1的V cosR分之U cosU Y对U的导数 A加上个V sinR分之U cosU 加上R分之1的V cosR分之U sinU V对U的导数 负的2分之1的V sinR分之U 这是对U的导数 对V的导数呢 X对V的导数等于sinR分之U cosU Y对V的导数等于sinR分之U sinU Z对V的导数 Z对V的导数等于cosR分之U OK 那么有了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00点的这个 I per U 求出来 I per U在00点等于多少呢 在0 A0 I per V 在00点 在001 OK 那么下面看两派 因为对应的同一点 I per U 在两派0 I per U I per U 还是一样 I per U 在两派0的时候 就得00-1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I per U 在00点和两派0 是一样的 是吧 I per U I per U 呢 它负好 也就是说 他插成他 跟他插成他 他插个负好 是吧 那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点 落了一圈之后 法相反掉了 是不是 这个呢 直观上也好看 你拿个笔画一下 就得到了 比如说 这是他的一个法相 对吧 那么转 你转个这一圈 它转到这里 这个还是向外的 向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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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这里了 是吧 那么就扭转了 扭转 扭到里面去了 转了一圈之后 法相就反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呢 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说 你这个法相反了之后呢 法相反了之后呢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来看 比如说 我们另外再搞一组参数 刚才我们拿UA 做参数 我们可以搞另外一组参数啊 另外一组参数就是 UAV'对吧 UAV'是另外一组参数 另外一组参数 UAV' 比如说 UA就等于U加上两盘 V'还就等于V 行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这样换了一组参数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法相就反掉了 法相反掉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F DS不变啊 DS面积不变的 对吧 F也不变 但是N呢 反个个 也就是说 这样的积分肯定等于0 那就不对了 这就有问题了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想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第二行的 这个区面积分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区面要有限制 对区面一定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定向的 也就是说我转了一圈之后啊 转了一圈之后 要回到原来这个N 你转了一圈之后 不回到原来的N 这就没有意义了 你换字参数 也就是我得出一个负的值 也就是说 它只能等于0了 这就没有意义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转了一圈之后呢 要回到原来的 我们就成为可定向的 那么刚刚我们可以看看 这样的一个面啊 就这样的一个环面 这个环面呢 我们称为双侧 双侧的面 双侧的面 可定向的面 我们称为双侧的 双侧面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面啊 我们可以用两种颜色来把它涂起来 而且两个不相交 比如说 在这个外侧 我们可以用红色的把它涂起来 内侧呢 我们用一只蓝色的把它涂起来 对吧 也就是说 我可以用两种颜色来区分它的面 但是单侧的面就不行 像这种面的话 只要一种颜色就行了 是不是 你比如说 你拿个红色的来涂 涂涂涂涂 这边原来在外面 先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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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也转到里面去了 是不是 摩比乌世代 你只要一种颜色 就可以涂出它的面 那么单侧的面就不可以定向 如果双侧面可定向呢 我们可以 因为你有两种颜色 两种颜色 我可以把一个颜色认为是正 一个颜色认为是负 比如说 就是个双侧面 用两种颜色 这边是一个颜色 这边是一个颜色 我们把一种颜色认为是正 另外一种颜色认为是负 所以法相有正负区分 对吧 法相我们就可以定义为 从负到正 这就是它这个正的法相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定义 这也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法相可以定义两种方向 当然你如果是个单侧的面 你就没法做这个事 对吧 所以呢 这几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 第一个可定向 项面可定向 可定向就是转了一圈之后 还回到原来这个法相 第二个呢 双侧的面 就是一样子 双侧的面就是可定向 也就是说 我把一侧作为正 另外一侧作为负 这两个面是不相交的 正的面和负的面是不相交的 要用两种颜色来表示 单侧面 我用一种颜色就涂过来了 所以第二型的这个积分的 一定要对双侧的面来做 它有它的方向性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摩比乌斯带着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定义这个面的 侧的时候是用法相 对吧 法相必须要什么 我要能可求导啊 是不是 如果不可以求导的情况下 我怎么去定义这个 方向呢 或者怎么样 去判断一个面呢 是双侧的 也可以 涂颜色是一种办法 对吧 涂颜色是一种 可以判断它 是不是可以定向的方法 可以判断它 哪个是正侧的面 哪个是负侧的面 这个是很直观的东西 用颜色来涂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边界的诱导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后面我们会大量地用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给定了一个面 大家静一下 如果给定了一个面的正向 这个面的正向和它的边界的方向 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称为右手法则 右手法则 比如说我给这样一个面 我们取定一个方向 我叫它正向 这个正向是你自己定义的 正向并不是说天生的 正向是完全人为给定的 我给定的一个方向是正向 比如说这个方向是正向 是正向 那么边界的方向 就要跟这个正向 满足一个关系 就是右手法则 右手法则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说把这个方向 用大拇指方向 大拇指方向是 大拇指方向是 方向的正向 手心 手心对着这个区域内部 手心对内部 手指的方向就是边界方向 那么你看这个图形 手心的方向对着你的话 边界方向就应该是它 是吧 一个面嘛 这个很好理解的 假如你把这个 这个作为正向的话 我们就这样 边界的方向就是这样一个方向 这个是 但是你如果反过来 你如果把这个方向 作为N的话 边界的方向就应该跟它相反 知道吧 因为我们在黑板上画 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不好理解 你就拿个三维的东西来看 比如说拿张纸 拿张纸比如说朝上面 大家可以看 朝上面如果是 作为是 作为是法向的正向的话 大拇指朝上 手心对着这个纸里面 手指的方向就是这个 边界的正向 这个很好理解 这是右手法则 而同时如果你反过来 你如果是把下面作为正向的话 那边界的方向就反过来 明白这意思了 那么你在平面上来看的话 我这个手指朝着这个外面 是正向的话 这就是一个什么 历史正方向 好吗 那么 这个就可以用来定向 一个能定向的面 有个什么特点呢 边界方向一定是要是 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 要是一个 就是说 协调的一个东西 什么协调 为什么叫协调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画一个带子 叫协调或者相容的 比如说我们画这么一个带子 这个当然大家知道 它的可定向的 它有两个侧面 对吧 那么它的边界是什么 上面是个边界 下面也是个边界 是吧 但是呢 我能为的可以给它加边界 但是你能为的加的边界 一定可以消掉 是这个意思 能为的加边界 什么意思啊 把它切了 我把它切了 比如说我这里切一道 这里也切一道 那么我们 如果把外面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把外面的方向 作为正向的话 边界上一定要相容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我这个地方作为发向外向 这个呢 也是外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半条 右边的半条 它方向是哪个方向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是吧 是不是这样 这样走的 这样上去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这样下来 是不是这个方向 是不是 画清楚点 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样的一个方向过来 然后呢 这边上去 这边是这样过来 这边是这样过来 对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边呢 这样下来的 是吧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左边 左边有什么特点啊 大家可以看看 左边也是这么来的 画画画另外一个颜色 是这样的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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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半个圆 下面半个圆 上面这个圆 下面的圆周 是原来就有的 是不是原来就有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叫相容呢 就是说你 后面 你把它沦为分割之后 它整体的方向 必须是 原来有的方向 还是不能够矛盾的 也就是说 这个方向 黄的是这个方向 这边也是这个方向 顺势人的方向 下面呢 黄的是这个历史人方向 红的也是历史人方向 这两个方向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就原来有的方向 保持不变 不会产生矛盾 但是 这两个边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个边里是 人为家的 人为家的两个边 那是你多余的东西 是不是多余的 能为必定的 也就是说 你人为家的两个边上面的东西 必须是相反的 可以消掉 因为你是 本来没有的东西 这个我们称为相容性 就是说 按照右手法则 我们对一个面 对一个曲面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们会发现 边界上的方向是相容的 按照右手法则 我们得出边界上的方向 是相容的 我们称为这个曲面是 双侧的可定向的 好 那你看摩比乌斯带 摩比乌斯带是这么个东西 你也把它切一把 看 我们就从这里切吧 我们这里切一把 试试看 好 这个方向 比如说 这是个外 我们定的这个方向 切到这里 按照右手法则 这边跟它一样 这摩比乌斯带 这边下来 这边上去 这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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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半面 是吧 那么 如果这边是定义 一个法线 那么按照刚才相容性 这个方向应该跟它什么 相反 是吧 相反也就是 它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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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的面 你如果没法去求这个法下 你怎么去判断它这个 判断它是不是可以定乡的呢 两种办法 第一个 图颜色 第二个呢 两种右手法则 你把它做剖分 剖分之后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的边界必须是相容的 就是说原来的方向 原来就有的边界的方向 必须是不变的 你能为家的方向 是没有的 所以 能为家的边界 上面的方向 必然是要是相反 这个称为相容的 懂得意思了 这个托普学里面 就是这么来区分这种东西的 这个呢 我们后面讲那个 流行上微积分外的一些东西 也许会再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所以可定向性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这里面你要再讨论下去 其实内容很多 这就不是数学分析讨论的东西 但是这里呢 请大家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好 行 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知道了 你要去定义一个第二行的曲面积分 对这个曲面是要有限制的 这个曲面就称为什么呢 叫做可定向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重新引 介绍一下这个定义 S是一个可定向 正则曲面 不要求它是一个简单正则曲面 只要是正则曲面就行了 那么N是它的一个法相 N呢等于一个cos 那么我们考虑一个向量场 V XYZ 它等于P P也是XYZ的 还是我们就不写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积分 在S上面的V 点成上N D Sigma 这个我们就称为第二行的 曲面积分 那么它就等于 Pcos 加上Q cos γ Beta 加上R cos γ 也是一个 其实这样的写成计算的 这个已经是个计算的形式 计算的形式大家可以看 它就是按照第一行的曲面积分来计算 对吧 那么这里呢我们引入一些记号 对象 对象 每一项把它引入一个记号 我们G P cos α D Sigma 等于 P Dy Dz 这里写一个这个记号 这是一个YG的记号 YG记号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SQ cos Beta D Sigma D Q Dz Dx 这三个记号 这三个记号呢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记号呢 大家好意思碰到这种记号 在这里呢 你们就把它当成记号记就行了 因为它的意义啊 我们后面讲YV分的时候才给大家讲 这是YV分记号 那么这个记号 那么这个记号 Dy Dz 按照定义来讲 这个记号就等于什么呢 cos cos α D Sigma Dz Dx 等于cos Beta D Sigma Dx Dy 等于cos Gamma D Sigma 这个记号的意思是这样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cosα cosBeta cosGamma 是什么东西啊 是这个 就是它的余旋角 是吧 像个余旋角 D Sigma呢 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是个大小 这个余旋角 乘以这个面积是什么 是不是面积的投影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D Sigma 在什么上面的投影啊 在YZ方向的投影 D Sigma的方向是什么 X方向 它是X方向 X方向的东西 在YZ方向的投影 比如说 X 我再写吧 X Y Z 我们这里有一个 D Sigma D Sigma的方向 它是有方向的 方向是X方向 那么它这个投影呢 就投到什么 投到YZ上面去 知道吧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它 它是一个什么呢 有向面积 这个面积的方向是什么 法向 对吧 我刚才说了 面积的方向不就是法向吗 因为cosα cosβ cosγ是法向的这个 三个分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是法向 它在XY方向的分量 其实就是它在YZ平面的投影 另外一个呢 请大家注意啊 有个记号 就是说 D Y D Z 它是有方向性的 它等于负的D Z D Y D X D Y 负的D Y D X 它有方向性 换一个之后要加负号 加负号这个东西 大家想想像什么东西 是不是像外籍 是不是像外籍啊 是不是像外籍 所以呢 它跟外籍有一定的联系 但这个联系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没法给它讲 就到这个给大家讲 外语分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这么定 好吧 好 今天课就到这里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